第十一课 读书好 读好书 好读书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五题 判断对错 例如 我想去办个信用卡 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 不管什么时间 也不管什么节目 只要你打开电视 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 浪费我的时间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这次调查发现 超过70%的儿童更愿意让爸爸给自己读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是因为父亲平时陪孩子玩的时间太少 大多数孩子喜欢爸爸给他读书 二 等车的时候 我随便买了本杂志 看了没几页 就看到一个小故事 虽然这个故事不长 但是写得却很好 让我很感动 他被那个故事感动了 三 多与人交流 当然有很多好处 通过交流 你不但可以增加对别人的了解 而且可以从不同的人那里 得到不同的知识 经验 快乐等 要多跟人交流 四 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 他的汉语水平提高了不少 不但可以听懂一些较短的句子 还可以进行简单的交流 现在即使不用翻译 也能理解是什么意思了 他现在是翻译 五 老教授对新生说 从今天起 如果你每天用一百个字 把自己的生活写下来 毕业时 你将会得到一本十多万字的书 内容就是你四年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 老师让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二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该加油了 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 有 你放心吧 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六 我女儿明年要考大学了 你觉得是学校重要 还是专业重要 我觉得 主要得考虑孩子喜欢学什么 难得认为考大学什么最重要 七 这个填空题不是很复杂 你再好好想一下 今天上课的时候 我没听懂 而且填空题连猜都没办法猜 你教我怎么做吧 女的为什么不会做这个题 八 我记得上次 关教授把他的手机号码给我了 可是不知道写哪儿了 你当时好像是在记笔记 你看看 是不是写在那儿上面了 女的在找什么 九 您好 请问我能换一下面试的时间吗 我家里突然有点急事 对不起 先生 面试都是按顺序安排好的 女的是什么意思 十 英语课笔记能借我看一下吗 昨天课上增加了好多新词 我记得不太准确 可以 最后几页都是昨天课上讲的主要的词语和语法内容 男的为什么向女的借笔记 十一 我昨天买的那本小说哪儿去了 我记得放在桌子上了 奇怪 你一般连报纸都不买 什么时候开始有兴趣看书了呀 女的什么意思 十二 只差一点就赢了 她现在肯定很难过 她已经打出了自己最好的水平 无论结果怎么样 我们都应该为她高兴 女的是什么意思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第十三到二十二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 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 好的 会议是下午三点吗 改了 三点半 推迟了半个小时 好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 对 没变 会议几点开始 十三 那个题的答案有问题吧 你是说那个填空题吗 是啊 这里填举办举行都可以 对 这个题有问题 得重新改改 那个题怎么了 十四 你的汉语说得很流利 此语用得很丰富 真的吗 谢谢 其实没你说得那么厉害 你学汉语多长时间了 差不多有三年了吧 关于难的可以知道 十五 复习的怎么样了 材料这么多 我估计看不完了 来得及 复习要注意方法 看主要内容 只能这样了 这些语法知识太难了 难得认为应该怎么复习 十六 妈妈 后面这几页书 我明天再看行吗 别养成坏习惯 记住 今天能完成的事情 一定不要留到明天做 那您快把刚才 没吃完的蛋糕拿出来 我现在就把它吃光 你这孩子 就知道吃 妈妈让孩子做什么 十七 打扰一下 请问李校长在吗 他去吃午饭了 您有什么事情吗 我有些材料要交给他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您等等他吧 女的找李校长做什么 十八 现在哪种体育杂志比较好看呢 你知道体育世界吗 那个杂志的内容比较精彩 图片很漂亮 很吸引人 我怎么听说 买那本杂志的人很少呢 主要是他价格定得太高 不少人虽然喜欢 但因为觉得太贵 只好放弃了 这个杂志没有以下哪个特点 第十九到二十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对新闻工作者来说 获得及时准确的消息 特别重要 除此之外 还要学会选择 因为生活中 每天都会发生 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不是所有的都值得写在报纸上 只有那些热点问题 才会得到大家的注意和关心 十九 根据这段话 新闻工作者要学会什么 二十 根据这段话 哪些消息应该写在报纸上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来中国差不多一年了 大家都说我的中文很流利 有不少人问我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我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多交一些中国朋友 经常和他们聊天 还有遇到不认识的词语 我会马上查词典 然后写在笔记本上 有空就复习复习 这样慢慢积累 我的听说读写能力 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二十一 关于说话人下列哪个正确 二十二 遇到不认识的词 说话人会怎么办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五题 判断对错 例如 我想去办个信用卡 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 陪我去一趟银行 他打算下午去银行 现在我很少看电视 其中一个原因是 广告太多了 不管什么时间 也不管什么节目 只要你打开电视 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 浪费我的时间 他喜欢看电视广告 这次调查发现 超过70%的儿童 更愿意让爸爸给自己读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可能是因为 父亲平时陪孩子玩的时间太少 大多数孩子喜欢爸爸给他读书 二 等车的时候 我随便买了本杂志 看了没几页 就看到一个小故事 虽然这个故事不长 但是写得却很好 让我很感动 他被那个故事感动了 三 多与人交流 当然有很多好处 通过交流 你不但可以增加 对别人的了解 而且可以从不同的人那里 得到不同的知识 经验 快乐等 要多跟人交流 四 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 他的汉语水平提高了不少 不但可以听懂一些较短的句子 还可以进行简单的交流 现在即使不用翻译 也能理解是什么意思了 他现在是翻译 五 老教授对新生说 从今天起 如果你每天用一百个字 把自己的生活写下来 毕业时 你将会得到一本十多万字的书 内容就是你四年大学生活的美好回忆 老师让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二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该加油了 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 有 你放心吧 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 六 我女儿明年要考大学了 你觉得是学校重要 还是专业重要 我觉得 主要得考虑孩子喜欢学什么 男的认为 考大学什么最重要 七 这个填空题不是很复杂 你再好好想一下 今天上课的时候 我没听懂 而且填空题连猜都没办法猜 你教我怎么做吧 女的为什么不会做这个题 八 我记得上次 关教授把他的手机号码给我了 可是不知道写哪儿了 你当时好像是在记笔记 你看看 是不是写在那儿上面了 九 您好 请问我能换一下面试的时间吗 我家里突然有点急事 对不起先生 面试都是按顺序安排好的 女的是什么意思 十 英语课笔记能借我看一下吗 昨天课上增加了好多新词 我记得不太准确 可以 最后几页都是昨天课上讲的主要的词语和语法内容 男的为什么向女的借笔记 十一 我昨天买的那本小说哪儿去了 我记得放在桌子上了 奇怪 你一般连报纸都不买 什么时候开始有兴趣看书了呀 女的什么意思 十二 只差一点就赢了 她现在肯定很难过 她已经打出了自己最好的水平 无论结果怎么样 我们都应该为她高兴 女的是什么意思 第三部分 第十三到二十二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例如 把这个材料复印五份 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 好的 会议室下午三点吗 改了 三点半 推迟了半个小时 六零二会议室没变吧 对 没变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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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点开始 十三 那个题的答案有问题吧 你是说那个填空题吗 是啊 这里填举办举行都可以 对 这个题有问题 得重新改改 那个题怎么了 十四 你的汉语说得很流利 词语用得很丰富 真的吗 谢谢 其实没你说得那么厉害 你学汉语多长时间了 差不多有三年了吧 关于男的可以知道 十五 复习得怎么样了 材料这么多 我估计看不完了 来得及 复习 复习要注意方法 看主要内容 只能这样了 这些语法知识太难了 难得认为应该怎么复习 十六 妈妈 后面这几页书 我明天再看行吗 别养成坏习惯 记住 今天能完成的事情 一定不要留到明天做 那您快把刚才没吃完的蛋糕拿出来 我现在就把它吃光 你这孩子就知道吃 妈妈让孩子做什么 十七 打扰一下 请问李校长在吗 他去吃午饭了 您有什么事情吗 我有些材料要交给他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您等等他吧 女的找李校长做什么 十八 现在哪种体育杂志比较好看呢 你知道体育世界吗 那个杂志的内容比较精彩 图片很漂亮 很吸引人 我怎么听说买那本杂志的人很少呢 主要是他价格定得太高 不少人虽然喜欢 但因为觉得太贵 只好放弃了 这个杂志没有以下哪个特点 第十九到二十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对新闻工作者来说 获得及时准确的消息特别重要 除此之外 还要学会选择 因为生活中 每天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不是所有的 都值得写在报纸上 只有那些热点问题 才会得到大家的注意和关心 十九 根据这段话 新闻工作者要学会什么 二十 根据这段话 哪些消息应该写在报纸上 第二十一到二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来中国差不多一年了 大家都说我的中文很流利 有不少人问我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我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多交一些中国朋友 经常和他们聊天 还有遇到不认识的词语 我会马上查词典 然后写在笔记本上 有空就复习复习 这样慢慢积累 我的听说读写能力 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二十一 关于说话人下列哪个正确 二十二 遇到不认识的词 说话人会怎么办 不认识的词